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将会和大家分享 粤剧名宁,靓少佳的戏剧人生和生平 靓少佳生于1907年,出于1982年12月26日 他原名叫做谭少佳自春田,就是广东南海远的平州人 靓少佳出身于一个粤剧世家 本身是红线女的舅舅,靓少佳的爸爸就是谭杰南 谭杰南的艺名叫做星家南 而他的宿父就是谭叶田,谭叶田的艺名叫做公爷创 两位都是著名的母生来的 即是星家南和公爷创 两位都是著名的母生来的 靓少佳六岁的时候,开始跟随父亲 去到新加坡读书和学艺 十二岁一年,开始登上舞台表演 十九岁,开始在仁寿年班里 担当静印小母 靓少佳的成名演出,包括以下这些作品 《龙虎杜姜公》、《十美妖孙王》、《十奏炎嵩》等等 在1938年,靓少佳曾经远赴美国的旧金山 和纽约等地来演出粤剧 并且在当时,就在海后了何芙年 后来就更加和何芙年结为夫妇 在抗日时期,靓少佳就在上演《粉碎孤苏台》 这一剧之中,激励华侨观众的爱国热情 在1950年8月,《星秀年》剧团 就在广州公演革命现代剧《白无女》 后来他将《星秀年》剧团 改名为新世界剧团 并且致力于粤剧的传统剧目的发挂、整理和演出 他先后整篇了几套剧 包括了《西河会》、《马福龙卖战》、《赵子龙篮江截斗》、《金碎困衙山》、《夜战马超》等等这些剧目 在1960年,《港洲粤剧团》成立 《凌兆街》担任总团长 在晚年,《凌兆街》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港东省第四届政协常务委员》 他积极地参与乙症 在患病期间,仍然坚持传艺授土 非常关心粤剧事业和发展 他逝世之后,葬在《三元里》、《酒马缸》里的八和墓园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靓兆街》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完毕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NURM频道 在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他名灵艺人的生平故事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收睇 好,拜拜